要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来看这个状况是否真的是不太公平 这台铁车站一般出入闸门大约是90公分高 一般人要进站只要手放到这个腰的高度 就能够感应过关 不过应该要方便伸脏者的无障碍闸 却有120公分高 等于说要抬起手才能够完成感应动作 而这等于说呢是该放低的却摆高 让伸脏人是痛批根本是整人 而台铁方面现在是也承认错误会云诺改善 台铁每天都有大量乘客进进出出 只是看看一旁的无障碍闸 感应处似乎特别高 被伸脏人士痛批简直在整人 一般台铁的出入闸门只有90公分这么高 不过无障碍设施的闸门却有120公分这么高 让人觉得非常不方便 很多伸脏人士还要把手机那么高 会不会有点麻烦 可能要加上调踢一点点 无障碍闸其实秀斥设计给伸脏者孕妇 和有大件行李的人士通过 只是普通闸门高约90公分 一般人手放腰镜就可以感应过关 但是无障碍闸感应点却有120公分 伸脏者要把手伸得高高的 才有办法感应 未免也太不贴心 对此台铁承认设计的确有瑕疵 明年的下半年度呢 我们也会特别针对轮椅的旅客呢 推出加宽型的一个无障碍专用 自动验票闸门 尽管台铁说 只要是伸脏者都有爱信电梯 站务员也会做特别服务 但是有无障碍设施 就是要让伸脏者自己通过 比起来捷运无障碍出入口 只有80公分 台铁实在让伸脏同胞 感受不到善意 中央新闻林东明 顾正龙 听不清不清